欢迎 欢迎 今天市场来了很多气威的粉丝 我们先讲说欢迎大家 气威的水晨题大家都有吗 有 必须有 必须有 对 它营业是 它是转身微笑 所以我们做了双封面 一面是白天的七哥 然后另外一面是晚上的七哥 这是白天的 对 特别温柔 一到了晚上狂演 哈哈哈 我觉得你啊 真的两两明星 系里演的都是特温柔 生活中就是个男孩性格 对啊所以你看我穿就是 但我觉得你这么穿特别洋气 哈哈哈 你穿成这样我穿粉的跟村姑似的 没有 我2013年的定位大家知道吗 小镇一枝花 哈哈哈 非常开心啊 我觉得跟七位聊天就跟好朋友一样 然后可以说 呃2012年收获了很多 但是我劝你要好好休息 因为 我刚才跟工作人员算了一下 你现在 差不多每每个月睡眠 很少加起来 很少 那你觉得皮肤怎么那么好呀 就是用静姐给我的产品啊 应该没有 那今天非常高兴七位来到这里 我们要好好聊一聊 2013年的打算 最新的写真集 为什么又想起来拍 这样一组写真了呢 其实完全没有这个打算 嗯 我是 其实我是拍电影做次有钱人和爱情自有天意 中间有五天的空档 好不容易有五天休息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带着妈妈 然后去泰国 我们去个热带的国家 然后就是度个小假 虽然这时间不长 但是我觉得也可以跟妈妈相处 结果 呃 经纪人知道我这个打算之后 就跟我说 哎那要不然你就 就给我们一天的时间 我们带一个摄影师过去给你拍一拍宣传照 只在你一天 就是你就玩你的 不用管我们 对我们抓拍 对抓拍 就正常拍你的旅游状态 他们到时候可以出边写这书 我说也是个办法 我是好 你就相信呀 我相信了呀 世界哪有这种事 抓拍那表情都多难看 正在喘鸡腿呢 然后我就真的相信了呀 然后你就这么去了 结果我在泰国的五天里面 我只有两个小时是逛街和玩的 就是在机场 哈哈哈哈 在免税店 在免税店 在免税店买点东西啊 对 你看看 人家的确让你逛街了 但是谁穿成这样逛街呢 你看后面那个阿姨那表情 就像说 这孩子是来度假的吗 哈哈 这是交警吧 这个 这是干嘛的这人 这个 这是在火车站里面 对呀 火车站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 你就穿成这样在火车站 对对对 哎呦没有人把你当人妖啊 哈哈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前两天戴军 写那段子绝对是真的 你知道李爱 在泰国 你知道李爱长得又 特别高 对特高 然后 有的时候又怪怪的 怪怪的 然后 就特别多人在泰国跟李爱合影在街上 李爱特高兴 说 呦我怎么一下变得国际化了呀 后来再知道 人把他当人妖了 哈哈 然后 带军就写完这段子以后 李爱自己还转 转得特高兴 哈哈哈 不是你看看你穿成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可能 再加上我是七哥 本来就是一个灵 灵魂里雌雄同体的人 我觉得很有可能 这里面还加了一个小本本 嗯 就是七维平常说的一些 叫微语录啊 对 随便找一个 我觉得你特别喜欢用三个句号 连着一块句 对对对 为什么 习惯我不知道哎 我们句号就一个对吧 他是连着三个句号 对 微博上不是说吗 就是 喜欢用这个句号句号句号的 这种人善良 哈哈哈 而且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 你特别喜欢问那个 掉水里的事 你知道吗 哈哈哈 碰到一个好为难的问题 如果你的情人和你讨厌的人 一起掉到河里 你是选择K哥呢还是开派对 哈哈哈 他的那个 你们老看他微博对吗 对 你的微博是自己写的吗 全部都是自己写的 那你有没有发过 让你觉得特别后悔的微博 插发出去了 想揪揪不回来 已经说出去了 我还好 我特别怕吃后悔药这事 我觉得 要不然你就想好 要不然你就不说 而且微博是个特挑事的地方 那个 比如说微博下面有人 如果说的话不好听 骂你 你是跟他对骂呢 还是把他拉入黑名单呢 还是指派一个粉丝 去跟他对骂 哈哈 哈哈 三种选择啊 哈哈哈 嗯 其实微博上面会被 说这是一定的 我觉得这点心理承受能力 我觉得我还是有 但是 嗯 如果说你说的太过分的话 我心里会把你给骂一遍 但是也就算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可以说我 但我也可以说你 心里 对 而且那个我有一个特别叛逆的心理 比如说你就说 其实我就讨厌你 我就讨厌你 我就装你讨厌怎么样 明年七哥的戏还会继续上 我讨厌死你 哈哈哈 所以你会在心里说一遍 对 心里会说一遍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笑的 就是 就觉得还 但我看你的粉丝会在那去说 会 我们我们家粉丝是非常捍卫我的 他们非常的威武 就虽然七哥已经很强大了 他们比我还要强大 是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 七哥哪里哪里不好 密码就过去 恐怖烂炸 然后 然后那个人就退缩了 但是你看他们对骂 相当精彩 哈哈哈 真的吗 但是他们真的有些时候会说到 比如说我心里面骂的 他们 他们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但是 但是有些小朋友就有些冲动了 就有些小孩可能年龄小 他可能就会 呃 就是别人说一个什么 比如说轻微的 或者是一些 没有恶意的 说 比如说 我觉得轻微 呃 呃 比方好比说他下不短 这种 哈哈哈哈 有些小孩也会就是 就是突然之间就爆炸了 就是刚才轻微提醒大家 我觉得也是 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你的偶像 其实 比如说人说什么下不短呀 头不长啊 见识短啊 你真的不用太在意 但是你又发现 那 有很多资深的人就跟我说啊 说 奇葳 就坐下来给我伸鸟 说 奇葳你那个 如果你要想要拍戏 演电视啊 演电影 你这个下巴啊 你要去垫一垫 把这个 嫌我下巴太短了 说这样 这样上镜会没有 就不吃亏 就是可能会稍微 太远了 点太远了 嗯 然后 我当时就觉得很纳闷说 因为 的确人家也是 真的是好意的跟你说 然后又是 很资深的人 跟你有这样一个建议 其实你对自己 就会有质疑 说 是不是真的是 应该要去弄一下 或怎么弄 但是自己回过头来想想 我觉得那弄了 可能就不是我了 而且 看了电视剧电影 也不是都是美的 不行的天仙 那你 那你就比如说丑的 你总得有人演吧 那我宁愿演那个也好啊 你也不愁啊 就是没下巴嘛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经得起多少诋毁 就 承受多少赞美 也就是说 你得要有那个包容心去 让别人说你不好 而且你要去接受它 说不定人家是 以一个比较极致的方式 去点醒你一些东西 柔美女人的外表下 齐薇的内心深处 似乎还住着一个 阳光坚强的大男孩 对 你这个开场牌完全不像柔弱的小女生 对 每次就是 对 因为开始我们进到剧组的时候 我还说 因为剧组里面 如果演员关系非常融洽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你们要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 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所以上来我就 因为我也知道爱情工艺 我也会看 然后我对那个楼依肖和那个陈赫 我都感觉非常好 所以我就其实见到他们不觉得很陌生 所以她说 诶 七哥 七哥 我说 那我应该称呼你 她说 我那个 贤哥 我说 别 贤妹 直接拍 拍她肩膀 我说贤妹 当场整个五雷轰底 我说 七哥也不至于到妹吧 我说不不不妹妹妹好好 一下关系就拉近了 对 一下对 她也觉得哇 然后迅速我们就是爱情自有天意的演员关系真的是好的 变成一场谈活的 我们自己有一个微信的群 自己天天聊 就即便是不拍戏的 我们现在已经大概有半年快半年没见了 没有在一起了 没有见得那么频繁的 然后我们都会微信上互相问候啊 然后因为有在各个地方拍戏的 还有在马来西亚的人 就天天都在微信上说 但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像 家人 我是她的七哥 她是我的贤弟 就是说没什么戏基本上 我跟她 呃 其实我跟她在戏里面的关系很奇特 没有我说生活中 生活中啊 有戏没戏 我这个 没戏 对于一个极乐的人 就逮谁都问有戏什么戏 她是 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哥们 就是她实在是在你旁边 是会给你带来无心中特别多快乐的人 但是就是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样的人可能 你把他想在一起 会觉得 就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 你是在骂他吧 没有 一个男人特别好 但是就是让女人没感觉 哈哈哈哈 那个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呢 坏男人 有点坏的 啊 可以这么说 我对那个气威 应该有一些了解 气威比较喜欢复杂性人格的 我喜欢那种纯爷们的 东北人 对就是比 最起码比我爷们 如果比我还要那个就是 就不行 我知道就是她特别爷们的时候 你就啪就找到小女人的感觉了 对人家不是有句话说吗 女人在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纯爷们的时候 自己只能 是个爷们 我觉得是内心的强大 他要能照得住你 对 就一定要hold得住我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但你叫特男性 男人其实都特脆弱 所以就得要 所以啊 所以你看我现在别急 别急 真的不能急 而且你们一逼他就找错了 找一大落三胡 其实特小心眼的 男的怎么办呢 对啊 绝对还是那句话 绝对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各位女性们 真的 而且TV的性格不用担心 我觉得你是那种看到了肯定会主动的吧 不会 啊 你不是爷们儿捞我 不会 含蓄的爷们儿 哎你要看到你特喜欢的 那你怎么办 怎么让他知道 最起码我要先让他知道 呃 我是不排斥他的 对 是呃 会给他一个空间发展的 让对方 呃 让对方能知道这个意愿 怎么能让你知道 发微信还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 这个人真的是 发微信 可以发微博 发微信发微信 当然你要确定这个男生对你有好感 如果这个人完全对你没有感觉 你没有必要 我应该也不大会喜欢这样的吧 就可能正好两个人就是 有那个 电流 然后 需要一个 他对你做一些比如说关爱啊 呵护的动作 你可能没有那么排斥 嗯 这点会让他觉得 哦 我是可以 试着去了解和接触这个人的 我可能会给这样一个 感觉 嗯 让这个距离试着可以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嗯 再近一点 嗯 欸七尾你 我看前两天过完生日 你是射手还是天蝎啊 我是天蝎 还蛮天蝎的 他们很多人觉得天蝎女挺可怕的 天蝎是会给别人 你说 欸你是什么星座啊 天蝎人就 对对对对 尤其男的 特怕天蝎女人 但其实 我真的不是帮天蝎说话 我觉得 嗯 如果你有一个天蝎的朋友 就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是 朋友很好啊 天蝎很认死理 就是呃 他是真的爱憎分明 但是呢 很多男的特别害怕天蝎女 因为天蝎女说 如果他不想跟你分手的时候 你想跟他分手 你完蛋了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而且天蝎记仇 就是在感情上 朋友上他没事 嗯 在感情上 你伤害了他 你死定了 真的 他的碰 为什么很多艺人都是天蝎 天蝎具有神秘性的人格 嗯 所以很多男的搞不定天蝎女 嗯 我觉得能搞定天蝎 真的还是比较少 就天蝎在某种程度上 性格上还比较强势 所以那个 据我的分析 找一个射手男吧 现在正射手 射手男 对天蝎 还行 通常就是后面管前面嘛 射手座就能管 射手座太乐格了嘛 就是你就得找个乐格 哈哈 遇寒问暖 都让人体会到了 七哥与后宫之间深厚的情谊 我觉得他私底下 其实你说他爷们儿 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 心很大很能够包容别人 然后嗯 也愿意真心的跟别人做朋友的一个人 如果我私下有一些问题啊 或者是我本人会有一些想法 一些小情绪 那有的时候呢 我就 不管时间 不管地点呢 就会打给他 那不管他那个时候在干嘛 他一定都会接我的电话 然后帮我分享我的这些情绪 咱们也是个社工成员是吧 对对对 我很深爱的一个孩子 哈哈 你就跟这帮人混吧 你看看人家都有了 我真的我怎么办呢 我就是爱美女啊 但是美女不爱你啊 爱啊 你看看他们每个人都 这个女孩你知道一谈恋爱 就都心思分给你的就少了 那倒是真的 是是 怎么办呢 好朋友的垃圾桶对吧 我很愿意倾听 我其实我也很 就比如说像我的 后宫们 就其实大家也都很忙 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圈里面的好朋友 那女孩子在娱乐圈闯荡 我觉得都不容易 我其实很愿意变成一个倾听者 我哪怕是觉得他们不高兴呢 或者是遇到什么烦恼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 你哪怕互相聊一聊 说一说 其实你的压力就会自然而然的变小 但是艺人和可能你艺人跟工作人员 那是工作的关系 那如果你艺人跟平常的朋友 那可能平常朋友没有办法理解 你在就是在艺人这个工种上面的一些烦恼 你可能没办法最直接的了解 但是艺人和艺人之间可能就懂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 我希望可以做到我这些艺人朋友们的一个 清土的管道 然后天心座的保密性又很好 就是 我经常是遇到哪样的朋友 就比如说说 七哥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然后说说说 说完了以后 我说好我绝对不会说的 结果我从别人的地方 听到了他的这个秘密 人家说七哥你知道这事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你从哪知道 他说他告诉我的 然后我当场就傻眼 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 他心里想说 你不是说就跟我一个人说吗 你知道 其实闺蜜有的时候是天敌 因为大家都是演员 很难能够真正成为朋友的 因为其实演艺圈就很莫名其妙 他不会嫉妒他不认识的人 他往往嫉妒认识的人 你明白吗 就是说这是一个特复杂的心理 就是我特别想问就是你看董璇 杨幂 还有唐烟 唐烟 你们都是差不多这种形象 然后演的戏 其实有交集的甚至可能有竞争关系 我觉得怎么能够做到 就是说大家都跟你相处的很好呢 就是这是怎么去做到的呢 就是对于我觉得是对于他们的每次得到的成绩 或者他们遇到的开心的事情 遇到很好的 包括谈恋爱啦 或者是结婚啦 或者是得了个什么奖啊 我觉得真的作为朋友来说 作为真正的好朋友来说 你是要由衷地去祝福的 所谓闺蜜 我身边可能有 包括我的经纪人 我的工作团队 团队里面很多 其实我跟我工作团队的那个方式 其实是很像朋友和 就是工作跟朋友其实就参在一起了 他们经常在我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大大的时候 在我浴缸里面坐 这是真事 就是就跟我不论聊什么 就坐到旁边 我就说我这里面这样 那个味道好吗 没关系 我洗澡 他们一起杯聊 我是觉得啊 我真的是 就要坦诚相见 对 但我开始其实真的有点不大习惯 我觉得 我说你就是上厕所也就算了 你说 那个洗澡这个事 我觉得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来吧 别就是观摩了 但是其实我发现也还好 就是所以我 就是发现有点像我们在宿舍 大学宿舍 女生不就一块去洗澡 然后一块回宿舍 一块打饭吗 对不对 对就这种感情 所以他就真的是就可以就是 看着你洗澡 当然他也 他们也不会乱看啊 就是 不会瞎就是 因为他 其实是一个亲近的一个状态 我就闺蜜的一个 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经纪人就我特好朋友 他每一天 他都能跟我打电话 打两三个小时 逗吗 每一天 然后 所有人都问我说 七哥 你谈恋爱了吗 我说 我说真的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怎么可能 就没有人会相信说 你跟一个男朋友之外的人 打电话可以打两三个小时 每天 但他就可以了 他可以跟我八卦也聊啊 工作也聊 什么都聊 但是你其实觉得两三个小时 也没有多长 他每天每天都给你这么打电话 就是 感情真的就还很深 他们不会怀疑你 跟你经纪人好了吧 有人怀疑过呀 我说我今天是 对 女孩 我说那行 在一起很久了 好多年了 他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小女孩 从两岁起 齐薇就开始了单亲家庭的生活 他与妈妈虽为母女 也犹如闺蜜 开心时 他共同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生死一刻 其实听那个你的同事说 这人你看你其实已经出来工作了 然后在汶川地震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说 你跟妈妈都是在成都 对 我觉得特别神这件事啊 虽然成都没有造成什么伤害 我就回去两天 太神了 但是你们就那时刻在一起啊 在一起在一起 就那个时候我是 那个事情对我触动非常大 我觉得也对我 就人生的启迪也很大 就是我当时记得 512那天我就在家里面看电视 然后我妈就在门口站着等我说 因为我们可能要去一个 她同学家里面串个门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然后就说 那那个 就说 你看得怎么样了 我说还有十分钟吗 你等我一下 她说好 然后站着等 就还有十分钟了 然后就那一下呢 我就感觉我的这个椅子 就是我们家里面 很大的一个沙发 砰一下被人踢了一下 我当时就想 呀 大白天的重鞋了 这个被子 就是很劲 后面有人踹了一下 你的板凳 然后就蹭一下 就说 怎么回事 然后大概过了5秒 过了5秒之后 就整个房子 就那个整个很大型的建筑物 在摇晃的声音 从来没经历过吧以前 没有 我根本就不知道 想象不到那些地震 就是很可怕 建筑物摇起来的声音 我相信很少人听过 就是整栋楼在摇的声音 什么声音 就是 就是钢筋铁骨什么 都在动 咄咄咄咄咄咄咄 这种声音 就是很 很全世界在摇的感觉 然后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那是地震 好慢啊 我 自然灾害这事 我真没遇到过 然后我妈就说地震了 一下 就是地震了之后 地震的常识 没有根深蒂固在这 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那就躲 对吧 那躲在哪呢 躲在桌子底下 然后我就找我们家 那个吃饭的桌子 躲在下面 我发现真的不行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地震你躲在桌子底下 你桌子 首先你的整个肢体 是没有办法伸直的 你的能动性就很差 你整个人 就这样全在一起 是 你是没有办法保护的 我就觉得很慌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从桌子里面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要去开门 门已经有一点打不开了 因为它摇的时候 就有点变形了嘛 它那个防盗门 就有点开不开了 我妈就用好大的劲 把这个门给弄开了之后 然后就往下跑 我当时在家里面穿的 我也不怕 也不怕丢人 就是 你知道大家在家里面 就是 五月份又挺热的在家里面 我就穿了个睡衣啊 内衣也没有穿 然后呢 你和我跑下去的时候 还很顾忌形象 因为没有穿内衣嘛 然后衣服就这样拎着 拎着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 全是人吧 就一直这么拎着 太狼狈了 对 但是真的 我当时觉得 这也不能 也不能拍那个 就这么拎着 但是我跑到下面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很多男生 中午休息的点嘛 有很多男孩 穿这个三角裤 就跑下来了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我当时觉得这个画面 才很可怕 我当时就不觉得好笑 我当时觉得这个才是逃命 就真正的逃命是这样的 你什么都顾不到 那个手机 钱包 你根本想不到 要去拿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 拎着个衣服就下来了 然后下来了之后 什么都没拿 然后还在晃 然后我才真的意识到 原来地震是这样的 但是我当下 其实没有觉得特别的害怕 那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摇着当下 我就觉得 真的就跟电影里演的 一模一样 就是你真的 你生命当中 就是你活了这么大 好多件重要的事情 真的是会在你脑子里面 一下蹦出来 一下 就可能你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 你这辈子 你很重要的事情 到底是哪些事情 它真的 我也形容不出来 那个很奇妙的感觉 它就是大概 最多两秒吧 但它可以闪过 大概十几二十个画面 就对你重要的事情 它就马上立刻回 回过一段 因为我觉得我快死了 我那个时候 觉得我死定了 然后呢 但是我心里面有个很 就是 我说还好 我跟我妈妈 和外婆在一起 嗯 还好 我就算是死 可以跟他们死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我 对于我死来说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但是当时我就觉得 嗯 这样 死的也好 嗯 好 今天妈妈特别通过节目组 上来一封信 看没有 真的吗 这不是红包 是一封信 因为 我觉得妈妈的一些鼓励 其实对气味特别特别重要 你看 是妈妈写的字对吧 没错吧 真好 微微最近好吗 天气凉了 一定要注意身体 妈咪好想你哦 自从你考上大学离开家 妈咪还是第一次写信给你 这些年独自在外吃了不少苦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 看着你为自己喜欢的职业努力工作 有了今天的成绩 妈妈很欣慰 这条路上虽然坎坷 你用你的努力和坚强 证明了自己 证明了人生的价值 妈妈在你的微博里 看你好多小白兔说 从你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正能量 你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妈妈打心眼里高兴 这些是你不断给妈妈带来的惊喜 让妈妈无比的开心 一直沉醉在快乐之中 谢谢宝贝女儿 谢谢这辈子 妈妈最幸运的就是拥有 这个智慧 又理想 又坚强 又孝顺 又懂事的可爱女儿 薇薇 你是妈妈一生的骄傲 是我们全家的骄傲 让妈妈好幸福 好甜蜜啊 妈妈爱你爱你 家里你放心 姥姥我们都很好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想你 妈妈 我念了很多那个妈妈给孩子的信 我觉得这个妈妈其实是一个最懂得表达的妈妈 因为她里面一直说妈咪 我都不太好意思说了 我都是这样叫她的 我都是这样叫她的 对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你停止在家就妈咪 对啊我打电话也是这样 所以人家特别羡慕我跟我妈今天的对话 就觉得 反正特别近的感觉 我们为妈妈咕咕掌吧 那你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吗 妈咪也太狠了 她真的完全没跟我讲完 都没跟我说过 就是 节目最后找她干嘛 因为 但你看完这封信你什么感受 就是其实 像什么天气冷了 要多穿一点这种 我妈平时打电话 我干嘛她都会讲 但是每次一听到她 但她 真的她也不会说 就是 辛苦啊 或者是 她也是尽量给我传达高兴的事情 她是希望 真的我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求求求你们了 就是如果说 拍到我就是类似 什么受伤感冒的 我千万不要往微博上发 我妈真的是就会看微博 而且 我之前在拍经验相思雨的时候 脚断了 然后 我就不敢跟我妈说 就 因为其实家长是这样的 她如果待在你旁边 她可能没有那么的担心 她最起码能看得到你的 一个恢复的状况 但是如果说 离得远 她会更担心 她就摸不着你 她反而觉得 她更就是担心 所以我就 就是不敢给她知道 就是 没办法 但是后来 就是 我脚都快好了 然后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 你脚是不是折了 我说 没有 我说 就是 就是稍微崴了一下 我说 我妈说 是吗 她说我看到人家微博上面 就拍到你都是坐在轮椅上 然后我就说 我说不是 就是 就是很轻微的伤 就是 没什么关系 她就很担心 因为 那种 就是 就是 那个 那个 抓紧的 这个力量 可能会 很大 就她们多大 你多大 她们 她们那个 离得婚呢 两岁的时候就跟 就是 就已经分开了 所以 是不是有点淡了已经 是不是这种感觉 可能 是单亲家庭 但是 没有让我觉得缺失了什么 就还是 我还是很 很开心和温暖的成长起来的 然后 其实我小时候 学小提琴也好 学习也好 也被我妈打 而且我妈 真的 我在小时候有那个 小提琴的普架 普架是铁的嘛 她真的是会很生气的时候 就把那个普架 那个铁的 第一下啪 敲在那个 我们的茶几上 就跟玻璃啪 就碎了 第二下就敲在我背上 所以我妈也是会就 我会把她气急的那种 小时候 就觉得恨铁不成钢的那种 小时候也会被打 然后呢 也是不夸奖的政策 我妈跟我的那个 就是 她从小就跟我说 其实你 就是 你啊 长相 从小到来 我妈觉得我长相不出众 不像是那种就是 美人那种 就说 你看你 长得也不出众 你如果不好好学习 你当然是嫁不出去 你自己开始办 然后 结果呢 我是很深信 我妈这件事 我就觉得 女生要 要有自己 内力 一定要有点东西 就是这样才能支撑住 你岁月给你 喜去的很多的 熔年的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 你那么小就 我小时候一直都觉得 这件事 就要被自己的未来操心啊 很在理 为什么我 我是一个还比较 硬的人 可能就是 我不是一个 随随便便就能哭的那种人 也是跟我妈有关系 我妈都是 我觉得她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非常非常 对于一个 女生啊 带着一个孩子 然后在工作上啊 包括在 她也会遇到很大的 我觉得对她来说 很有压力的事情 她都是给我支撑的东西 都是比较 我觉得 女生也可以变得很强大 女生也可以 为自己的很多东西 就是做决定 担当 有担当 就是 而且我可以 凭我自己的实力 解决很多的问题 而不 不一定要靠一个 得来了 不流眼泪了 特别坏 先是人家感动的流眼泪了 对 希望 明年 TV再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 更多的好消息 我说的不是事业上的好消息 你们知道我说的什么好消息吧 对 找一个 hold住她的男人 就在2013 谢谢齐薇 祝你 谢谢丁姐 一路顺利 谢谢 每次来你们节目都哭